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看堅仔试集美丸 我是波仔 刚刚星期三八场野马赛事 24匹三甲马里面 当中有五匹马是在赛前试过集的 相对比例就是 上阵出赛的马好像相对比较好些 佳恩已经是由开罗至到昨晚的赛事 都已经举人了整个月 好像有些超好运的那些 因为你拍完一场之后 表现会十级而上 当中可能尤答荣出得比较小马 所以他的进步腾飞、迎翼线 有些新鲜感 加上他的勤操晚练的情况之下 就拍得比较好些 特别带出这一件事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可能没有投一两三次的赛事 比例来算 因为投两三次赛事 一定是试集的马 比较多一些 很多马未出赛 比例一定会很不规则地 质集的马 所以 头了几次 或者再到前一次 市集的马 是比较出众一些的 看得到市集好的马 所以 十只里面可能有七八只都上名 而昨天提供的 市集好走上马 当中 《进步腾飞》也有介绍给大家 另外 《陷天铁翼》 还有一匹上名的马 先看一看 都叫大家不需要理会的名次 所以五匹马里面 都有三匹 在节目里面提及到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在未来的赛事 因为很多马已经跑完 热身了 可能有相对定的 优势 大于试集的马 好了 说回今次 沙田日赛 10场的日马赛事 全部都是草地赛 立即回到煙仔赛 去买入了 到了第二场的时间 有两匹马在赛前有试集 一匹是竹江晚餐 另一匹是五号的耀寶 同样在10月4日里 试过泥地集 排着三档 铺明辉试的是耀寶 而另外竹江晚餐 是田太安去试 Candell night dinner 就是竹江晚餐 两个马的起步 也不算慢 试一试看三档 老牌坐衣的药寶 起步不慢 但是 铺明辉就轻轻抖着它 现在大约在尾三尾尾的位置 而前面 套着眼罩去试这一货 就是竹江晚餐 但是这一货 之前那一货 套着头罩 它有一点耐闪 换个眼罩给它 不知是否遮住它 特别起劲 就一直放沿途 带来四五个马位 上阵的时候 会不会都像现在这样 蒙着 搶着 这里有点担心 好了 而这一天 10月4日的泥地集 你看到 后面那一群都沙尘滚滚滚的 打起来 准备都相当多 这一只药寶 就在马嵃里面 现在就去中内档了 其实它吃了沙以后 末还没有什么 夺步 没有抗拒 其实它也会ертrespons 交往猪马群 wish 这一只药寶 也可以追福 在中国的牧民 daíоне mythical时 这只药寶 所以这支药寶 其实应该是懂得追码的 这一副过了中点之后 都是轻轻的扣住 如小也不差 所以如果这一对马来计 耀寶我会喜欢多一点 还有上一场直路赛 起步又左右 其实形势都比较差 孙玛万步速 他自己都开过21.75 其实表现都相当不错 大家可以留意这一批耀寶 接着到第三场的时间 那两匹马就在市集有不错的走势 先看看一只就是一行马的按程 这匹马赛前就试了三个集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因为如果阿赛真的安排他 一出就跑2000 真的要早些时间给他开气 要提升状态 前一货的田造1600米集 其实那一货都看过了 看大仙气象果然可以的时间 那一货集都是相当轻松 起步正常的 绕着大外碟回来都是按住 都是顺势而回的 那是很精神的 看完他在10月4日中的这一货集 有什么马会同样会试的呢 留意着就是四季城 七档起步 八档的那只就是安瑜 不是 应该说安瑜是同主码而已 安静就排着这个十档 最大的那档 和安地色母 安静其实起步也相对不慢的 一直按住在中外搭的位置 而这一只的四季城早段都挺快的 想说回安静 最主要的主角 都是 就是蔡一冠的那些叫做加油集 起步 整天排了外档 不知为什么 都是尽量不要吃沙 不要令他不开心 轻轻松松 就是跟一货回来的 现在前面放头的那只就是朗日志强 第二位就是四季城 第三位瞄算高歌 第四位跑得很快 接着就是安瑜 内南小小的那只就是维港激流 这一天 一样是我们会看很多十月四日这一天的泥集 都是准备相当之多 而最内档那只还有奋斗心 黑鼻孔的一匹 又是吃了沙之后 他也有一些小小的走势 追上来在麦林里面 而最大的安静的那只安静 这种状态都是相当之轻松 你看到潘顿也是 曲尺手 马都自动波涌上来 这种状态就已经是吸风而试 已经有作战状态放在这里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这种安静留意 因为这个路程对于他来说也不陌生 而另外一种就是非为僥倖 其实上一次赛前都选了他做这个标题 都是觉得他试得好 这一课集就一样是艾少礼士 可以看到十档就是铁三角 还有六档的初戀 都是这次会上阵的马匹 而非为僥倖 这只长路的马匹 起步的时间也是五万集的 但是里面的那些果然僥倖 上风态 初戀 那些就放在前面 一直定了在一个较后位置就是非为僥倖 好了 进到直路其实他也是尽量兜过大湾 他跟上一次赛前的试集都是一样的 信息而回 尽量也不要让一只表现稳定的马匹 有些突然间失敗的 那一集就好像输得很远 但是这只马匹一直是咬着前列的马匹 自己涌上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状态依然 他可以跟上一次可以保持得到 过中点的预势才是厉害的 他跑了二千 试过一千二集 在这个位置回来 绝对收货 纯粹都是轻缩下暴头 看一看马匹 准备会上阵了 热身一场之后 也有少少受阳磅 受阳阵安征5磅 跑费也是主动 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一场继续跑得好 接着去到第四场 我的将优自在 看完课试集 我都抹着他 不过又抽到十二档 但是 都说要和大家看看他自己的本身状态 这些货集 他就一档起步 上一次我们看进步腾飞的时间 就已经看过这一货集 还有一个明心之鱼 这次就看一档了 已经是交由被何宅堯试的了 衣服有眼罩 起步一点都一晚 拍着外面那只就是谦君子 尾尔就明心之鱼 尾尾尾尾尾尔就是美丽一定 外面上来的就是这个宫顶 坐外档点 试对了他下午就进步腾飞 而这只进幽自在 他又出不下去 接着就是美丽一定的来质 而外面那只就是明心之鱼 这里又要再转位 或者这个神居没有事就带不了他上去 这只鱼自动步骑下去也有反应 所以如果纯港状态来计 这个仲优自在绝对有作战的水准 所以真的要拿出来给大家去抹下 看看你计算了 这场有红中联、红温派彩南区 对王因乐人生这些马 步速够不够呢 临场A加三就可以再调息一下 因为都算是有几场的赛事 去到第四场就作一个参场 计算的状态 加上上一场走着不利的路段 其实他也有追 所以就可以抹下这只尽优自在 接着就去到第五场 十丘马勇冠群鹰 千四米他让了给身力好扣力去跑 他赛前亦试了两货集 十月四日亦是看这个沙尘滚滚的泥地集 有几多马来试的 例如四档的吉祥宝 七档的勇冠群鹰 都是有份每次星期日会上阵 而这一只勇冠群鹰 起步的时间就看看它了 七档起步相当快 紫眼罩那一匹 拍着里面那只548号 都没有改名的 是万事系的赛区 都是一只相当有骨架 有速度的马区 大家都是记住它 另外超越名区在第二位 外面那只就是勇冠群鹰 其实连马仙安排的跑千二 都是在季初里面博了一些新鲜感 而这次第五场里面有些街运法 进马之星 经典时代吉祥宝 都是有一些前促的 吉祥宝这一货集 他就四档起步 排在一个 现在的第五位的派就是吉祥宝 而追得多的超平凡 都是承接到上尾的涌浪 追得上来是很好的 你看到勇冠群鹰 药明良、纳僵 纯细推下去的马都交到反应 短途杂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些新鲜感 可以缩成下来 试集是试得好的 搞完第五场之后 回到我们开手的时间了 由达荣马房昨天就赢了马 而且他的报名马匹上陈 都相当理想 就是很多马盈益线 看到早上转仰 进步腾飞 套在外地的眼罩 好像从博新鲜感 看看这一只得胜多了 这一货就是有点天语 迷迷蒙的试集 三档起步 他一点也不硬 放在一个中前位置 这一组集有些马已经上阵 跑得不错了 就是放头 现在第三个就是弹球开心 连深星昨天 现在在最五位置都追得不错 还有一匹上阵大灯电 就一般了 看看这一只得胜多了 现在在第五位 这一只曾经呼吸有问题的马匹 想想透过第一次 都可能会帮得到 还有他因为上季尾都跑得比较差 经过了个暑期 减了四分给他 差不多一场投马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得胜多 这次排的好档位 施集又不错 千六都是他的适应路程 冷却我也要兼顾 除了这一场的神区马铃 十二神将 共享富裕等等 进到直路在外档数到第四匹 在他旁边的那只就是劍无名 就是冲上来 虽然 骑下去的反应可以 凌厉一点 但他就没有断 始终他也是比较长路的 中距离的马 所以这一只千二米集 直路在外档数不远 我觉得都合格收货 摆成冷却的兼顾 好了 接着去到第七场 沙田錶一传一个重头戏 很多明星马又再出来上阵了 豪游气泡 永远美丽 标志银河 红运帝王等等 全埔赛前 都一起试过集 看一货 10月4日 也是沙尘滚滚那一天 试过集 这一货集里面 差不多 除了很有心得之外 都多数上名 多数有跑的 而这一货集 我觉得试得最好的部分 就是跑第十场的 华丽再胜 华丽再胜这一货集 就排着四档起步 而标志银河 今季试了四个集 四个集起步 都是有点脱落的 会不会上季劲过阿龙呢 今季这一集 慢了之后 标志银河 回来是有追的 但是追起上来的 勢头 我觉得是差一点 可能第一局 未必要去到最顶峰的状态 也不奇怪 现在放头一只加州星球 第二是华丽再胜 第三是永远美丽 里面那只好有心得 有些气量炼成了 过中点之后 鱼饰都相当之好 而后面还有一只神圣辉煌 那先说一只华丽再胜 你看到那些一路 钓着长江的马 都弱弱肉事 始终它已经是贵落 开了气 甚至已经赢了马 以往 它在二班里面 它不是完全一倍跑的 只不过上次下了三班 罚隔了十倍 上班二班 有些大家一起升上来跑 比如幸运雨剑 气势 天天同乐 八进巨星 但是它没有什么声尾 看看能否憑着好壮大 会跑近 而这些货集 在外面 第三位一只 就是永远美丽 这些货集 我觉得真的来得不错 长江钓着它 都会相当之轻松 而这一只 这些货集的 都知仁何 过了重点之后 稍稍觉得它的余势 相对的不足够 所以我有一些担心 它真的上季尾 要迫到差不多 6月23日 赢了那一场时间 的三级赛 精英碟 会不会有些用力过多呢 第一场出 有一点这么多的戒心 所以这一组集 都是可以翻看再翻看的 试得较好的那一只 就是华丽再盛 和永远美丽 和永远美丽 好了 看完最后一只 就是第八场二号的新力好 刚才说了 永共群鹰跑了1200 这只跑了1400 这只跑了1400 会不会这只 目标更加放大 或者宠爱一点 所以比它更合适的路程 跑 它就好缩回来 第一货 在重发里面试的1000米集 起步它不慢 逐步逐步上前 鱼势也是好的 好了 看看这一货的谷集 这一货的谷集里面 比较多 叫做新马 节日拍 也算是上天认识的 有些熊奔飞翔 就是在头场里面上阵 对手不太强 纯粹看看这只身力好 是第二货集的表现 蓝色衫也很容易拍 三档起步 新力是一件彩衣 也不慢 另一只蓝色衫就是 保罗传奇 不是保罗传承 是保罗传奇 外面10档 上来的那只 越尽开心 中间放头是海船星 另一只白鼻梁 就是缺一剑 也挺帅 整匹马都和马仔 好了 看看新力好 刚才可能大家头段25秒半 都是按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有些斗口 但是艾兆礼都相当好 顶着它也是相当轻松 慢慢在弯位里面 它就涌上来 步速是比较慢的 所以就是支一段 大家不太辛苦 也有一些叫做斗口 包括那只熊奔飞翔 都是一些很硬身 一些步子 岳头不开出去 似乎进度一般 外党所谓 第二批就是新力好 大白鼻梁 那只缺一剑 前面放头 就是另一只白鼻梁 最入面那只就是海船星 中间海船转旗要骑 骑两步有反应 但是新力好 这一货 入到直路 还没转对 好了 差不多见到前面转弯 它自己再换一次 灌注力都放在那里 即是这只马 已经是岸方 放了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只新力好 对京状态已经到位了 但是让路之下 它也要交代 上个尾那场 摆放回来 亏了快步速 即是135磅 可以给它一些借口 好了 这次一口气 跟大家看过很多 今次在星期日上阵 坐前 我觉得市集不错走势 马匹 让大家参与一下 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是之后才在YouTube里面看得到 绝对不是一个马奥炮节目 如果是马奥炮的话 上次一集就不用有些马奥 当然你可以下载健仔坐下马Achip 去到最右上角 节目这个栏目里面 所有节目都可以在最前看过 刚刚小弟的我做到 小公子的超好运 两只肋胆都可以骂到这条Q 很多观众朋友都有杂膜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看完私集不错 上映的数据 实践教室等等 节目可以在APP里面一纳无为看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肩仔却买APP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肩仔私集不错 再跟大家聊 拜拜